陳宇森的角色展現的是一種公正、公義的態度 處理事情去做事 所以由警隊包青天之稱 但因為他逼了之後 由前線去做內部調查科 因為編審說我的角色是無敵鐵探長的時候 我覺得很吸引 因為我從小都看過探長坐輪椅 現在我終於可以做到一個有做警察坐輪椅的角色 我記得我頭兩天開工 我要提早一小時回來 就會熟習一下這張輪椅的操作 因為初初是未見到這張輪椅 不知是怎樣的 然後他們為我準備這張運動型的輪椅 是後面不能推的 不能靠別人的 那好像突顯了一個性格 他甚麼都要自己搞定 自己去克服這個缺陷 所以就要很自如地 在一個警察的境內去走 或者甚麼 填補這個缺陷 我要操作得很好 好像等於我的腳 這兩個輪椅就好像我的腳 這張輪椅令到我突出了我的性格 因為他的缺陷令到他會不其原有些自卑 覺得比不上人 或者是成為了別人攻擊我的一個項目 就說追賊你追到嗎 一個散仔都做到的事你做不到的 但我會是不認命 我可以克服別人克服不到的東西 或者是終於去靠自己的智慧 還有那個部署的能力 做到總警司 在警隊裏面有些神憎鬼嚴 那些人不喜歡他 因為覺得自己人截查自己人 就會瀏覽自己的伙計 所以他有個稱號叫做 警隊包青天 他的公正、他的公義是出了名的 他會是秉公辦理 是可以很令人信服的一個總警司 多虧我太太、陳敏芝的角色去鼓勵我 有一次的機會一哥把我調出來 要去到前線 就跟慧英雄去做西九的副指揮官 紅姐是總指揮官 我是副指揮官 變了有一種很下屬挑戰上級的 一個很大的張力在裡面 未來一姐、小紅姐 她又很有鬥心 對她的權力肉的控制很強 她說得明告訴你 我的奮鬥目標就是要做警務處長 在這個層面上高 一個是指揮官 一個是副指揮官 怎樣我下屬她 但又可以強制她 她又怎樣想逼走我 而又逼極我都不走 就是一個很大的張力 將我們兩個人放在一起 另外就是我出場的時候 說我攀石 說程Sir之前是一個攀石的能手 其實程Sir在之前是飛虎隊 所以她是很強壯 很矯健的身手 一次意外之後她就逼了 現在換個燈膽都會覺得困難 變了她很想再接受這個挑戰 然後就逃手去攀石 就腳逼了 那我要拍的時候 我就要完全 不要用力 只要用手去爬 其實真的很難 有一種 Mission impossible的感覺 我又不是說真的很大隻 變了有時要用威也幫手 鏡頭上去遷就 頭一兩次我都還可以 第三四次之後到拍到下午 我吃完飯盒都不夠力 真的不夠力 已經累了 那些肌肉都累了 我記得我那天下班 連拿起一隻筷子都手軟 其實都挺吃力的 因為又編排了同一日拍 那挺累的 這個都挺難忘的